记者陈慧玲台北报道,唱片圈为歌手推出音质更好的黑胶唱片已经是趋势,但是没想到,LA口中的圣女田富珍计划推出黑胶竟意外引起反弹,她倾上火线要大家放轻松,希望能灭火气。 330是田富珍35岁生日,唱片公司也计划从她生日当天开始,让粉丝预购她过去推出的2Hib,日常等四张专辑的黑胶,怎料竟有粉丝表示,大家想要的并不是包装包装在包装的旧作品,还质疑会买单的有多少。 另外也有粉丝担心,不知道何时才能看到S、N、H、E,推出全新专辑。 对于不同声浪,田富珍说,我才想公司推出黑胶唱片其中的心意,应该是觉得用心制作的4张专辑,值得用另一种音质形式呈现或记录,同时也想与对声音有更进一步追求或热爱黑胶的朋友分享。 大家放松哦,温柔微笑,扑并强调,消费是一种选择,有选择的时候就是自由的,天赋真将推出值得珍藏的黑胶花言。